机会来了 怎么 自己看 生活报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指导出资 为他们重新装修了报社 并且这封信上清清楚楚地写到了 生活报社重新挂牌的准确时间 指导呢 在那天也会请很多的媒体记者 前来为他捧场 所以说他本人也一定会出现 到时候咱们就把这个送给 这是什么呀 定时炸弹 只要咱们调整好了时间 就可以在所有的记者面前 给指导一份大礼 咱们那宝贝藏哪儿了 排扁后面 跟赵俊说了吗 他让我们离开赶紧走 不急 看完好戏再走 时间快到了 这小东西有这么精准吗 那倒 赵俊记者 是梁明 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 大义星 为帝国的事业付出 可是 他所供职的报社 却惨遭帝国的异见者所破坏 帝国 是不会让朋友白白损失的 所以帝国出赵俊 为生活报社寻得这一处 更好的地方 开办好报社 让我们一起庆祝 赵俊记者和生活报社 炸弹 又成功了 连着干了两条 痛快 是啊 我们又成功了一次 真高兴 你说 这算不算是日本人 送给咱们的新婚大礼 算 这爆炸声 就是为我们庆贺的礼物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那要不然 咱们就趁着今天气开得上 把结婚的日子 就给定下 小白 你爹 不会不答应吗 我爹盼这一天 都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了 那太好了 咱们今天 就去跟你爹说 今天 对啊 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 他们日本人 哭丧的日子 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而且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跟爹说 还没结婚 那就爹啊爹的 休不休啊 那 那要不然就今天晚上吧 我们回去一趟 不行 不行 不能回你家 咱们把爹约出来 在外边收 为什么呀 军水坦定的事情 闹了那么大的动静 这个就是肯定还没过去 我怕你家外面有他呢 可是 我还是想今天回去一次 要不 要不咱们趁着天黑 小心一点就是了 为什么非要回去呀 我的婚纱在家里 我今天想穿越它 而且 还有给你准备的礼服呢 合着你时刻准备着呢 讨厌 行 那今天 我就陪你回家许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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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状态 我会继续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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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被捕捉的试证 现在还在试试中 安心地保持 我会继续承证 我会继续承证 是 黑幕先生存起来 走 带我去钢本军被害的地方 好 下来 黑幕先生 这个就是当时宴会的名单 您看看 你把当时的情况再仔细地说一下 钢本先生呢请了很多的政要 钢本先生上台讲话来着 还有呢 还有就是好多人敬钢本先生酒 钢本先生很高兴 之后 有一位小姐呢 上台为钢本先生演奏了一首钢琴曲 钢本先生很喜欢这首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钢本先生 这位小姐下台之后呢 敬了钢本先生一杯酒 我 先甘为敬 来 来 待小姐好奇 果然是搭家风法 钢本 其能甘外瞎风 来 之后呢 好多人跟钢本先生合影 再之后 有人向钢本先生报告陈秘书长遇害了 有人向钢本先生报告陈秘书长遇害了 还有 还有 钢本 钢本只没吃过 或者喝过其他的东西 好像没有 那那个女人给钢本倒酒的时候 是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倒的吗 好像我记不住了 因为当时这个场面呢 很热闹 人又多 这个 我没注意到 那这个女的叫什么 她是干什么的 谁 谁啊 金刚本酒的那个女人 她 她叫艾晓曼 是这个名医师家艾夫妻的掌上明珠 她有权柯吗 那你们就是卖洞能玩一个 在哪儿呢 看来她不要停在那儿 肯定没有 把她给我抓来 要活着 明白 没车 我要亲自到艾晓曼家里去 对不起 先生 您要亲自去艾晓曼家 我要看看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出发 是 这外面是谁啊 小姐 陆帅也来了 我们回来拿点东西 我爹呢 说什么 老爷啊 出诊去了 你们吃饭了吗 我给你们准备饭 不用不用 您忙您的吧 李叔 这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 或者 有没有日本人来找麻烦 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日本人也没来过 不过啊 这几天 你爹倒是兴始冲冲的 进进出出挺忙的 好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先回房了 等爹回来 告诉我一声 来 谢谢许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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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来 来 小婉 你真美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说 从今天起 你真美 我们是不是就是夫妻了 对 夫妻 永远都不分开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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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全是日本人 快 胡志山 来不及拿了 现在就得走了 那咱们走后门吧 不行 后门也都是日本人 这样 我到前门挡一挡 你们赶快想办法躲起来啊 看来只能用船 家里有枪吗 有 一个柳一把 干吗 对 你 知道吗 公子 小婉 小婉 紫生 你快躲一躲 小婉 小婉 别害了 你用 开门了 开门 开门了 慈政 我是真的 很想陪你一辈子 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我们 我们好好地过日子 但是现在 我答应你的这些 好像绝对不能实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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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 别开枪 你也别开枪 别开枪 黑米建长 您不是说抓活的吗 小白 小白 爹 小白 爹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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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姐 把枪放下 要不我打死他 放下 放下 放了我爹 你们要抓的是我 只要你放了我爹 我就跟你们走 放下 你要是不放了我爹 小白 爹 不要啊 老总 我求求你们了 要打你们打死我 放了我女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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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把她抵上来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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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妈 小妈 老头 求求你了 放了我女儿吧 要杀你们杀了我 别瞧他们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坑鲁子的得给 小妈 老头 求求你了 放了我女儿吧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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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已经门门亮了 小妈 就算禁得起 日本人的严心逼宫 那也已经脱了一层皮了 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 冯永贵 你别叨叨了行不行 想办法 想办法 你以为我们不着急吗 那我们先就坐以待毙吗 我们现在应该冲进日本人的监牢 去救人 救人 日本人的监牢 平时防守又特别严 更何况是现在 成立沙口团的时候 你们都是怎么说的 同伤共死 现在呢 现在就是个屁 王小昂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啊 听什么我少说两句 他带着一个女人 去面对那么多日本人 他被小曼给敲晕了 你怎么把小曼给敲晕呢 你就完美了 我现在就追求小曼 你们谁也别拦着 去 紫生 紫生 这时候要冷静一点 文铺 你看好的 我去 撞镜了 快进 哥 这么说真是那个女的 哎哟 我的妈呀 那么小的叔叔 干出真大事啊 把老干本给杀了 太厉害了 你怎么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他要是把古董会的事情 一块招了出来 前前后后这么一对峙 黑幕包专 第一个拿你脑袋开瓢 那到底咋办呢 哥 他招了 招倒是没招 可是我最担心的 就是日本人那些逼供手段呢 这要是冻上大幸 甭说一个姑娘了 就是一个爷们 她能扛下来吗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罗凯さん 彼女 只要她的事 已经五个月了 那 那 彼女 就 把她的刀一 一 都抛下来 你又有什么样的事 好 怎么样 现在体会到什么就生不如死了吧 怪我 怪我 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在小曼回家 我太大意了 那天晚上 日本人不是已经把小曼给放了吗 怎么突然就找到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吗 赵相关很危险 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如果爱小曼叛变 你们守在这儿只会被一锅端 你放屁 你了解小曼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的 小曼不是软骨头 他一定不会出卖我们的 我知道小曼不是软骨头 但是日本人的残酷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落到他们手里 生不如死 我怕小曼熬不过 是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 你可以不死 也可以不受这么多的折磨 好 蒸蒸铁骨 能和这样的金龟英雄 成为对手 我真荣幸 我真荣幸 你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你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从我见你第一面 我就觉得你很不普通 说心里话吧 我看到你 变成今天这样 我心里很难过 你很年轻 很漂亮 还有非常好的未来 你就甘心情愿 失去她吗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说出来 你要求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如这个杀我 你太固执了 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不 不 去看看 我们怎么办 自证 赵静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日本人 日本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日本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白家 我不走 我就是怎么走 我得救小白 我死也得跟她死在一起 你是不是疯了 这儿现在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你必须马上撤 我不走 滚 你们都滚 你们都给我滚 你不说什么事 没关系 我会让你开口的 你还能不能忘记思考了 陆思诚 艾小曼已经出事了 不能因为你的急血 造成更多的牺牲 算个什么东西你 这是我们沙口团的事 凭什么你来插手 就凭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杀敌 抗日 救国 你是共产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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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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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是 veterans 啊 你 还有马秋明 老头 我们都是共同战斗的同志 陆子珍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 可是越是这个时候 你越是要冷静你知道吗 你们不能再出纰漏了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立刻从这儿撤离 莫路总 我不相信小麦会背叛我们 我自己不信 我也不信 就凭他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毒杀肝本 凭这份勇气 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但是你们必须撤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纠缠了吗 怎么啊 想让我们加入共产党是不是 没办法 陆子珍 我们现在就去日本军营 跟他们拼了 过了 大批军警马上就到 你们不得马上撤离了 那怎么了就不救小曼了吗 如果现在被日本人抓到 你们想救都救不了 是呀 司征 咱们先撤 这确实不安全了 走啊 这里呢就是爱小曼经常出入的地方了 沙口团极有可能藏匿在此处 大家伙都打起精神来 他们都是集团分子 身上都带有武器 很有可能是炸药 要是不想死那么早的话 都给我精神点 快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不是以为 你不说就可以保住你的同伙 你太天真了 我让你们很快见面 我 我没有同伙 我什么时候没有 没有同伙 那我让你开养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招相馆你去个吧 我拿你的照片 在招相馆周围 让人别人 人家说 你经常去这个招相馆 看怎么这扣了嘛 扣掉了一个 这 这上哪儿找啊 我待会儿去给你配一个吧 行 老师 女孩啊 mejores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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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你的句点 不说什么 没关系 我把赵相关的伙计啄了一问 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太聪明了吧 我 我怎么会傻到 在别的地方留在自己的线索呢 你太自信了 那就对不起了 艾小姐 那我就不得不在你的身上 多小点功夫 好 生气 好吗 慢慢地 是 这个感言 说这种感觉 我应该是体现一定的 是 乱俊 哥 没人呢 看来是做贼心虚 好了 日本人猜的一点都是没错 这里就是杀狗团的老窝 哥 这活会烫着你 估计跑不远 他们追吧 能逮到他们 好东西不能浪费 任务完成了 收队 收 收队 还真够烫 见面杀狗团指日可待 严队长 你是不是太自负了 属下不敢 他们大声知道 杀了刚本 下一个就是我 严队长 你说是吗 不会 他们绝对不敢 有属下在吗 不敢 这些亡命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嗯 多么美丽的肌肤啊 跟牙齿一样美丽 你 严队长 有一种心法 最残酷 最恐怖 你知道这个心法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 灵痴 灵痴 就是用锋利的刀子 一片一片地 将身上的肉搁下来 连隔三天 四千八百刀 死去的人 非常痛苦 死去的样子 非常恐怖 艾小姐 你能想象 你是什么样子吗 你真固执 我倒要看看 你的同伙 会不会丢下你 特别是这么惹人喜爱的漂亮女孩 嗯 嗯 当这个美丽的女孩 有锋利小刀 在你的身上一片一片 把你的肉搁下来的时候 我想看看 你的同伙此时躲在暗处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很好奇 那么就拭目以待吧 三天以后 冬结才